大家好,我是交通小王 今天正好没事去4S店保养保养车 现在刚到店门口 这就是我们这儿能着其他的4S店 现在转厅又多了几款新车 一会儿过去看看 有没有适合咱们盖维修用的车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买的是一个蓝色的JT跑车 这个车是用来接孩子用的 盖维修用不大合适 一会儿向店里边看看有没有更适合的车型 这里新进了一台白色的JT展车 这个是刚刚放到展台上的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车 还是带颜色的更好看一些 白色的有点普通 后屁股还是挺好看的 宽大 这里有个蓝色的小SUA 这个外观大小正合适 车长4米1 看一下内饰 蓝色和黑色双拼的 挺漂亮的 都是皮质的 打烤的 放盘带按键 中间也是带一个大屏幕 层电动 换挡在这个位置也是怀挡 前面带一个行车用的小显示屏 后座的空间也特别大 车虽然不大 但是空间还行 如果需要拉东西 把它直接放倒 后备箱也可以放不少东西 现在就是后备箱放倒的状态 空间是完全可以的 拉一套空调是没问题 这是立起来的状态 也可以放不少东西 因为这个车小巧 干维修的话 放点东西 像客户家停车也特别好听 如果嫌刚才那个车手 现在有个更大的 这个SUV 是正常家用车的尺寸 4米6的车长 1米86的车宽 这个空间就大很多了 一样车大了 停车就麻烦一些 咱们干维修的主要是 现在停车位紧张 车大了 停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这个配置也可以 这个10万出头的价格 续航500公里 刚才应该是续航400公里 正常在市区盖维修足够了 前面有两个显示屏 中间这还有个显示屏 这个换挡在这里 选拟的 座椅都是真皮座椅 特别软 后面的空间就更加宽大了 所以放上去以后 前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这个后备箱就更大了 前面没放倒 后边有接近一米的纵深 干维修的话 放东西一点问题没有 主要是省一公里 只需要一毛钱的电费 如果要50的上门 这也是纯钻了 车头也比较宽大 这里有一台正在维修的 那个这 大家可以看到 防状梁 铝合金的防状梁 这么厚实 这十万出头的车 用料还是特别好的 全部配搭是铝合金防状梁 而且宽度也是特别宽的 大约12分公分吧 而且厚防状梁也是铝合金的 特别结实 所以说现在国产车的用料特别好 一点都没有透光解料的现象 而且这个纵梁也特别宽 仅仅20公分了 所以说车用料好不好 就拆开以后才知道 所以说像咱们干维修的 这款小SEV 7万多 续航400公里 还有这一款稍微大一点的 续航500公里 这个10万多一点 这两款都比较合适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